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郭台銘說 對於政治議題都沒有回應 只是表示這次去日本是陪小孩還有孫子 另外他打算要展開全台灣的感恩之旅 所以支持者5月27號也要再集結 另外侯友宜說 會跟郭台銘會共同努力守護中華民國 柯文哲說 我有機會見郭台銘沒有問題 因為他們關係原來就還可以 另外因為之前有人說朱立倫曾經表示過要支持郭台銘 所以黃建廷就說 我是虔誠的基督徒 信仰代表我的人格絕不容污蔑 意思就是說不要相信二手傳播 意思就是說他並沒有騙人 他講的是真的 另外郭台銘說2024跟侯友宜可能 他相信還有合作的機會了 我們先看一下郭台銘從日本回來 結束日本散心之旅 郭台銘帶著家人 21號晚間反抵國門 點了點頭心情有放鬆 但選舉題似乎還卡在心頭 不管媒體怎麼問就是不說 氣氛凝結尷尬滿點 比了比手是要妻子代打不過 未來有沒有考慮跟郭台銘一起進行感恩 謝謝 小心 我還不知道他的計畫 他們在跟我說 那怎麼這麼巧遇 我肥福的鄉親回來 對 就這麼巧國民黨挺郭派立委林思民 同樣現身在機場 但郭台銘下一步何去何從 郭祝惠的內幕風波 向團結得先解開心結 郭台銘要回來了 那為什麼他這樣說的 他還嫁回來了 連聲謝謝加晚安 檯面上仍不願開口溫情喊話 這是否也讓敵方柯文哲陣營 有機會博取合作空間 我後來發現你知道 每次他一回來 我就是離開台北市 然後他常常就湊不在一起 所以有機會去見他就沒問題 是否再度郭柯惠 恐怕在氣炸鍋冷靜冷靜之前 最好還是當個不斬鍋 各位你怎麼看 那個文哲學的 我想其實郭董這次初選之後 確實我覺得大家還是要給他一點時間 因為其實他這次初選結束之後 我想心情也是非常激動 需要平復 尤其他這次看到他去日本之後 回來這個態度區域低調 跟他第一時間祝賀我們何友宜市長的 這個臉書的文章的態度其實明顯不同 所以我想表示出國善心之後 他應該有整理自己的思緒 應該有一個不一樣的想法 我認為應該要再給他一點空間 倒是這個對國民黨來講 這次初選之後 相關的內幕又盛銷成上 後續的整合跟團結 我想這個是朱立倫主席跟侯友宜 必須要去面對的一個狀況 至於說郭柯二會的部分 我想其實柯文哲主席跟郭台銘 董事長一直都保持一個 非常良好的互動的一個關係 對於有沒有機會後續再合作 或者是說再進一步的進行交流 我想我們都是抱持著正面 跟樂觀的態度 因為我想柯文哲主席 已經在520也正式宣示 要參選2024的總統 他對內的口號就是 團結台灣聯合政府 所以我們會用盡我們的權力 去爭取最大的一個 任何人的一個支持跟一個協助 我想這個是我們現在 目前一貫的態度 副審 我覺得當然這一次 其實在這個之前 就是國民黨5月17號 確定人選 事實上等於是5月15號 就確定人選了 前一天 大家還記得郭台銘的板橋的造勢 我看到他家人也出動了 幾乎是全員到齊 然後包括了他的表姐也都出動了 我那時候心裡頭就在想說 如果不是郭台銘的話 我覺得郭台銘一定會受傷太重太重 不是受傷很重而已 我覺得他會受傷太重了 我當時心裡頭 隱隱有點覺得不太妙 雖然我覺得判斷起來 可能是侯友宜的機率比較大 現在他是一個 他現在受傷的狀況 他會這麼快從日本回來 我其實是有一點點意外 我本來以為他可能散心的時間 要花更長的時間 然後慢慢的去整理他的思緒 看起來他把他的思緒 重新找回來的速度 其實是快的 我相信他跟 我之前其實就跟大家一再的說 我覺得除非那個遊戲規則 是事前三個人都講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否則不管你的標準有多麼的清楚 最後一定會產生很多的 汗格不入的地方 現在不幸而言重 其實後來傳言出來的這一些 什麼這些人講了什麼話 那些人講了什麼話 我認為可能都是真的 我不要講 我認為應該都是真的 因為我知道說 其實是有一個體系 他們其實擁有 很清楚的知道說 這個郭台銘說了什麼 然後讓他們知道 他們其實 我得到的訊息也差不多是如此 可是我覺得關鍵點 不是過去發生了什麼事情 我覺得關鍵點在於 侯友宜 他有沒有想清楚 他希望國台銘幫他什麼忙 我覺得這才是最重要的 就是國台銘一定要那一個 總統的名分嗎 我覺得可能不一定 可是他很希望去貢獻一些事情 這是很合理的 這是理所當然的事情 那侯友宜到底想清楚 國台銘對這個國家 最大的貢獻可能會在什麼地方 因為他如果能夠用得好 不只是郭台銘自己會 這個非常的欣然接受 我覺得更重要是 對中華民國是好的 所以我覺得現在關鍵鑰匙 其實在侯友宜身上 你現在要寄望國民黨黨中央 來幫忙解決我覺得很難 因為我之前就說過 我認為國民黨中央 沒有處理好這件事情 這造成現在 還有很多懸念的重要原因 聽到 其實國民黨的徵召案 其實我們從以前就一直在說 本來一個很簡單的狀況 被朱立倫主席 搞得非常的複雜 因為或許這是國民黨的家務事 可是因為你沒有遊戲規則 所以沒有遊戲規則 當然現階段 即使國民黨已經提名了 可是從提名到現在 每天就是有人提出質疑 然後甚至自己國民黨的立委 也認為這當中有沒有講好 甚至是欺騙感情的 這樣的一個做法跟說法 所以這樣子的一個紛紛擾擾 我覺得在團結當中 沒有說真的 選舉就是要團結 沒有團結的話 那當然就會讓大家感覺是分崩離析 每天一報 每天一報要怎麼收拾 這我覺得可能真的是要看 朱立倫的一個智慧 其實我相信郭台銘 他就是一個霸氣總裁 霸氣總裁這樣好像一路來 然後配合國民黨 然後又被朱立倫傷了感情 又被黃建廷傷了感情 因為我想這個名嘴都已經在他的臉書 都一波一波的把這個過程寫得這麼清楚 表示你主席在騙他 秘書長也在騙他 甚至他在要提名之前 他都一度認為說自己會被提名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一個錯覺 到底是誰傳遞了這個錯誤的訊息 讓他有這樣的一個誤解 我覺得這個真的要講清楚 否則每個人的心情都不好過 如果說就算郭台銘總裁 他願意放下 可是他的支持者會願意放下嗎 我們常在講 演戲要刷 看他就不刷 這個該怎麼解 我想這應該是現在 目前國民黨的難題 來 董介兄 這就是政治 陳委員也是一個很優秀的立法委員 他也要挑戰黃偉哲 如果這一次有遊戲規則 可能就不是黃偉哲選 就是他選 他對到我 因為蔡英文主席就是沒收了 沒收初選 所以就直接徵招 那國民黨 如果這是遊戲規則 那國民黨不能有遊戲 為什麼 因為要承前郭台銘 董事長 如果今天要訂一個初選 那郭董就連參選的機會都沒有 所以當時才會說用一個徵招 那各自去努力 最後用科學的數據來說明 我是樂觀看待 因為郭董有他的高度 再來他憂心中華民國的前途 萬一兩岸兵龍相見 那恐怕他的企業王國 他要面對那麼多的投資人 整個企業會垮掉 所以大家會憂心忡忡 所以怎麼回到在一個正確的軌道上 剛剛鳳欣講的最正確 因為既然已經 我在黨部 我也幹了八年中長 我們很清楚黨的運作 當這個事件宣布那一天 如果不是在很完美的Ending 沒有一個站在一起的團結 那就表示出了問題 那後續就很難修補 因為這不是立法委員的提名 也不是縣市長的提名 而是中華民國總統候選人的提名 所以就要回歸到競選總部 何友宜的身上 那我想他最近這一個禮拜 也聽到說積極在拜會所有的人 那郭董回來了 是不是他們很快能夠見面 能夠抹平過去這些 所謂的不愉快 不管是誰造成的不愉快 你是候選人 你就有這個義務 你就有這個責任 你就要做這個tank call 中央黨部幫你做tank call call不起來了 就是你競選總部自己要去call 休息一下就回來了 好現在選舉都要做文宣 文宣要很小心 不要被人認為是抄襲或等等 照片的時候不小心 有人拍了就被高清拳 那很多logo到底有沒有抄襲 那柯文哲的KP競選logo就被爆抄襲 那我們看 這是柯文哲競選的KP 那就被人家抄襲是這個 是很像 這個是另外一個人的作品 他是在圖庫裡面的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在新北市 互惡為藝文這個園區 這個園區舉行 2020總統政見發表會呢 那視覺競選的主視覺曝光 競選主視覺就是KP KP logo被質疑說跟 知名圖庫作品的一童涉嫌抄襲 圖庫裡面有這個KP 不過這次看起來很像 你很難講說都幾乎都看起來一樣 那 柯文哲說我們有花錢啊 我們不是去亂抄人家的 我們有花錢找設計公司做 要請設計公司出來回答 不是我們回答 我們請設計公司做 當時一定有要求設計公司 絕對不能抄襲啊 不能侵犬啊等等 柯文哲的發言人陳志涵說是原創 絕對不是 他叫做Keep Permis KP 我剛剛想KP什麼 Keep Promise KP 我們知道KO有打 KP Keep Promise 就是說我的承諾我一定會遵守 遵守我的承諾 所以他說設計師有六款 而且有設計理念 基本上都是用KP去延伸 最後選出其中一款 抄襲的指控完全止息無有 這是他的發言人家 這麼大的案子 不可能隨便去套圖打 另外他會不會被藍綠邊緣化 柯文哲說小心我的圖位能力很強的 要包圍我不容易的 好吧 先請教邱委員 你有沒有查這個事情到底怎麼回事 對 這個其實我們柯文哲辦公室發言人 他已經對外說明了 因為這個案子其實基本上 也就是委託設計公司 設計師他去設計 據我們所知當時設計了六款的造型 基本上就是以柯P的概念去做延伸 包含我們這個雙關羽 柯P就是柯文哲的這個暱稱之外 還有這個Keep Promise這個概念 當時是設計了六款 最後去票選出來 我們也實際去了解 這個部分絕對是原創 他並沒有去套圖檔 而且這麼大的案子 基本上我們不可能去犯 這樣子一個錯誤 當然這個部分我們還要再跟 設計公司這邊也進一步的再去確認 他們這邊也確實已經有回應 就是說這個部分絕對是原創 再來就是提到就是 剛剛邵康哥講的就是說 這個柯文哲是不是會邊緣化 我想其實藍綠兩黨 現在主要的戰略當然就是 一定是要把它盡量的一個邊緣化 但是柯文哲他現在目前就是這個 穩定的22%到24%的一個支持度 而且有侯友宜跟賴清德 都所沒有的一個年輕票 這個是相對來講是穩定的 所以要忽視他也不容易 再加上就是說 柯P他本身這個論述的能力 經距連連 所以基本上對於他來講的話 他不可被預測性比較難 所以基本上他一定會在這個選戰中 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我們在這個階段 就持續穩定的爭取更多的認同 柯P另外一個就是他自己的KP 柯P變成KP 主要是柯P 非常選戰的策略是雙方一定要先把柯文哲邊緣化 不過他們要小心 柯文哲突揮的能力很強 教證男女別忘了我 至於侯友宜跟自己都提出當選要到立法院國情報告 反被賴清德開酸 兩人沒有國會經驗 提出原創證件 但柯文哲的競選LOGO 卻被質疑涉嫌抄襲 KP兩個字與國際知名圖庫作品 看起來的確有些類似 我們這個是有花錢找設計公司做的 所以這個設計公司會出來回答 靜辦也以回應絕對是原創 柯文哲小心謹慎應答 不讓選舉遭到模糊戰場 對 關於這個圖庫有資料 然後它涉不涉及 智慧財產權跟抄襲這個事情 我比較熟一點 我想跟大家特別來提醒一下 並不是說你花錢找了設計公司 他所設計的問題 你就會沒有抄襲 其實好的設計公司 他就算是按照他的理念設計出來 他一定要再進入一個動作 就是他要自己去篩選 圖庫裡面有沒有雷同 因為各位光看到 那兩個KP那個英文字 那個要雷同那個非常容易 大家會覺得說 這麼容易的事情 你怎麼說我抄襲 可是問題是有人已經先去註冊登記了 所以你作為好的優秀的收人 錢財辦事的設計公司 他一定不可以省略這個動作 否則的話你就害到你的客戶跟當事人 今天KP陣營不是有意去抄襲 就這件事情上我是相信的 可是這個設計公司本身的責任不能讓他逃脫 因為那個國際圖庫的公司 他如果要堅持打官司的話 以目前這個狀況他是一定會輸的 因為我們台灣現在就智慧財產權的問題 我們有一個非常簡易的法庭 那個法庭他是一些專家 他只要看你相似度超過一個部分 你就是絕對罰款的 所以你在那邊講說 我們絕對是原創如何如何 他不管你動機 他不會管你的動機 他只是管你的成果 事實上你今天講的Keep Promise 這個KP這兩個字很有意思 你可以你去查了圖庫 發現說你不適合用這個字體 你就換另外一個字體 你就做一些改變 你就很快的可以迴避 這樣的抄襲的爭議 我為什麼今天特別來說明這個是 實在我們競選到了 不只是總統候選人 立法委員辦公室 各種人都會設計很多的LOGO 大家千萬不要很天真的以為 當我有花錢跟人家簽約 我有委託一個公司 我就會免除這個責任 事實上不會的 請幕僚一定要非常的小心 佩玲 好 我講一下這個就是賴憲哲說 總統要來立法院做國情報告 是違憲這件事情 其實這個我反覆聽了幾次 就是我有反覆聽了幾次 就是說賴憲哲我沒有記錯 他好像也擔任過立法委員對不對 因為他是前幾屆 他其實照講應該是非常清楚 其實我們在中華民國的 憲法徵修條文上面 其實是有提到 在第四條 第三項有明確 立法院在每年集會的時候 總統是得 是得來立法院來做一個國情報告的 所以這個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另外根據立法院的 職權行使法的第15條 這個之一到之五 都有去規定得很清楚說 總統到立法院來做國情報告 的一些相關的規定在 包括其實我這邊簡述一下 就是我們立法院經過 全體立法委員4分之1以上 來提議院會決議之後 由程序委員會來定議程 這個是針對國家的一個 重大政策 其實聽取總統的國情報告 這是可以的 這是沒有問題的 另外如果說這個報告 之後有不明瞭的地方 其實我們也是可以 經過政黨協商 然後按照人數 政黨 方式等等 然後我們可以進行做一個詢問 也許不叫做背詢或者是質詢 但是是可以提出一些問題的 所以我想在這個部分 其實是沒有任何的問題在的 我就不太理解 就是說賴清德這次 在柯文哲跟侯尹都提出來之後 我們沒有看到賴清德有說 他將來也要來遵循憲法這麼做 反正他對於這樣的做法 是認為可能有違憲的疑慮 所以我想在這個部分 我認為應該是因為這幾年來 我們看到蔡英文一直都是在 身影的當中 他不接受大家的監督 甚至於不接受媒體的提問 如果這時候 其實賴清德針對這個問題 多加去闡述的話 我想其實無疑就是自己 先打了我們的蔡英文總統 一個耳光 我想我要把整個稍微還原一下 因為我已經第四階 所以我也有在野黨 也有執政的 也有馬英九當總統 蔡英文當總統 基本上國情報告則沒有問題 這是憲法規定的 我想賴副總統他所講的是 因為每一次只要是提到說 要國情報告 大家都沒有意見 可是都是在後端 也就是說要不要質詢 或是背詢這樣的一個部分 來發生歧異 因為在野黨常常都說 我要可以直接質詢總統 不是像美玲剛剛所說的 我們大家各自提出問題 然後再做統一回答 不是這個樣子 是要用所謂的 像現在行政院院長這樣的方式 疾問疾答的方式 來做這樣的一個質詢 這個當然就是像賴副總統所講的 這就是違反到憲政體制 這個就是他所講的 所以他不是說國情報告 違反憲政體制 這個本來就是憲法規定的 只是說每一次只要說 要報告沒有問題 可是到了後端 開始要協商的時候 在野黨就會提到說 我就是要質詢疾問疾答 所以在這個區塊大家有歧異 所以我認為大家應該把事情 把它理解清楚 當然每一個候選人 他都可以提出他的主張 也可以提出他的見解 那麼我想更清楚應該說 如果說立委要去做 疾問疾答的一個 應答的方式 質詢的方式 你們會接受嗎 我覺得應該把這個問題 把它專注在後端這個部分 我想其實在2012年的時候 柯建民總召 還有包含現在的陳厚珀委員 當時他們就有提出邀請 有馬英九總統到立法院 來進行這個疾問疾答 接下來可以看到 民進黨執政之後 整個三權分立是蕩然無存 行政權無限的擴大 立法院變成立法局 不管是3加11的 相關的會議紀錄 高端的問題 還有整個國會 現在在第十屆裡面 民進黨擰壓式的 在通過相關這些法案 地制法 數位中介法 太多租房不及備載 所以這個部分是 現在新的領導人 必須要來去提出的一個主張 柯文哲不管說他要到國會 來做相關的國情報告 甚至是如果說在野黨要來 進行相關的問答 我想他都會用正面對決的一個 直求對決的態度來去進行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 蘭清德副主總統 針對侯友宜市長 還有柯文哲主席的這個主張 他卻是用這樣子的一個方式 來回應跟迴避 我們認為這是對於立法權的 相對來講的不尊重 自從我們總統直選之後 立法院長左邊那個位置 就是要留給總統來去做 相關的列席跟國情報告 到現在還沒有任何一位 民選的總統 我們十則現在是總統 有權無責的這個現象 必須要把它根治的話 三權要分立的話 這個態度是你總統候選人 必須拿出來的 市長現在三個候選人 兩個願意到立法院去做 國情質問報告 美國總統也是都要去 國會做報告 我覺得賴清德可以這樣講 就是說按照憲法 對不對 總統我得到立法院去 得去做質詢報告 至於後面要不要一對一的質詢 那個再來討論 這樣講就比較清楚了 否則現在聽起來好像 但是你去報告都不太願意 那人家會有這樣的想法 甚至亂扯什麼違憲 沒有 他前面也 他沒有意見 可以建立慣例 慣例 那是態度的會議 憑什麼講說他有民主DNA 賴清德可以出來再澄清 說大家誤會了 我其實是這樣 我希望三個人都去了 好失言 好 那麼捲入IMB 很能念成IBM 不是IBM 是IMB 詐騙風暴 陳歐柏 宜蘭的立法委員 昨天深夜宣布推選 而且還說清白無價 制止捍衛 說因為政治追殺摧毀他的人格 他說你好退選聲明才報告賴清德 意思說不是賴清德叫我不選的 是我退選聲明你好才報告賴清德 我不願影響了總統選舉的大局 不過這樣講他知道他這個事情 那就會影響總統選舉大局 那換句話他依然選得上 保證選不上 他也知道自己會選不上 這太嚴重了 那藍營說不是只有他 他太太也用過IMB羅東大樓 所以根本這個IMB太太 他全家怎麼回事這邊有 人民團體名冊 這個叫做宜蘭縣進步婦女聯盟 理事長徐慧瑜 這個陳歐柏太太 他的地址呢 也就是IMB 人家免費提供給他們 那時代力量就是說呢 嘴硬還有曾清白最壞示範 跟林志堅一樣 那另外呢他退選了誰要選啊 很多人被點名啊 依然有名的人很多嘛 林聰賢 陳金德 黃世超 江聰淵 陳俊宇等等 到現在為止沒有人表態 在這個時候 大概表態也很 也不好 那另外呢 有時候回來說 說呢 這個 不只陳厚珀 另外叫做陳正修 是生技公司董事長 他跟這個陳厚珀呢 關係很密切 那說因為IMB 曾國偉是總經理 張淑芬是大股東 然後呢 這個陳正修跟這個曾國偉呢 中間又有關係 他就舉例 他說呢 徐曉昕 他們搞資料 徐曉昕拿了照片 幫他弄來的 說呢你看 曾國偉跟黃偉哲 陳正修跟黃偉哲 他們之前關係很密切 曾經這個一個是什麼董事長 一個是總經理 一個生技公司還怎樣 那黃國昌說 陳厚珀 引曾耀鋒結交政客與官員 所以呢 現在雪球越滾雲大 越滾雲大我們看一下 為了捍衛 為清白及顧全政治大局 我在此正式宣布 退出2024宜蘭立委選舉 捲入IMB詐騙集團案 撐了四天用退選來止血 陳厚珀強調清白無價 誓死捍衛再深深一鞠躬 跟大家致歉 重申絕對沒有與詐騙集團有掛鉤 但當初掛保證說有掛鉤 願意退選 如今真的不選了 說得顧全大局 難道是被黨內派系所逼退的 我在昨天晚上已經臨完稿的時候 才跟主席報告 我決定 退選 我希望 主席能夠原諒我 就我所知道 不是派系 這是宜蘭縣沒有出選 大家都支持我 一切還是要交友司法 陳歐珀喊話要司法還給他清白 他的心聲在野黨也聽見了 國民黨台北市議員徐曉星 由淑慧張思剛到台北地檢署案鈴告發陳歐珀 並提出三大疑點 他也已經說過了 他有收受IMB集團的政治獻金 但是呢他卻完全沒有 所以代表他有一個不實申報的情況 有沒有違反貪污自治條例的問題 再也不停手追真相 還扎告台南市長黃偉哲 但案情連環報議員加碼指控 陳歐珀全家都與IMB有關係 陳歐珀不只是自己的服務處 自己的坐車 還有包括女兒的投資 都跟IMB集團的牽連不清 連他夫人所擔任的宜蘭縣 進步婦女聯盟 也登記在這個地址裡面 詐騙和爭議延燒到大選 藍工綠房相不互讓 我們現在要了解就是 陳振修他之所以會被點名 是因為他跟這一個IMB的祖賢 曾偉哲說出來就是合夥關係 他們合夥另外一家公司 他自己擔任董事長 叫做復康生計 然後曾偉哲去擔任總經理 所以你說這個關係不密切嗎 很密切 現在陳振修被點名說 因為曾偉哲他跟陳歐珀之類的關係 再清楚也不過了 提供辦公室的大樓 提供坐車 然後還跟他的女兒一起合夥投資 然後老婆的服務處 也都是這個曾偉哲去提供的 所以IMB的祖賢跟陳歐珀 自己本身的直接的關係 是毫無疑問的 但是曾偉哲跟陳振修 這個合夥關係當中 延伸出來的 現在民進黨拿了一堆的合照說 陳振修跟誰也熟跟誰也熟 我要告訴各位合照不能代表熟 但是台南市政府聘他作為市政顧問 這應該就是該清楚也不過了吧 結果他點名這麼多人跟他拍照 那誰聘他作市政顧問呢 我覺得這應該是再清楚也不過 不過這裡面現在有一個大的問題 因為IMB大概已經被證實 他其實就是龐氏騙局 那現在關鍵點來了 他去年參加了由金管會指導 由台灣金融研訓院他所主辦的一個 Fintech 2022年台北展 那在這一個Fintech展當中 金管會自己說 那我們會先看他有沒有在經濟部登記 然後去查一下他有沒有負面消息 才會決定他可不可以來付費參展 那所以你去年查的時候 認為這家公司OK囉 他的利率高達9%到12% 他雖然講說說 反正這裡面有很多的話術 就是說這裡面其實是有 房子去做抵押的 然後貸款因為比較高 所以你可以拿到9%到12%的 這個貸款 我跟你講在台灣現在 就算是二胎的這個貸款 也沒有到9%到12% 除非你是高利貸 那這種話術 這一種的招攬的一個情況 金管會說我稍微查了一下 他有沒有負面消息 你查不出來這有問題嗎 還讓他參展 而因為這個參展 所以第一個 他是有政治人物背書的 然後第二個是 他有參加了 由這個行政部門所指導的 一個金融科技展 所以大家覺得說 這個是一個很新的科技 然後金融科技加總起來 就覺得說很炫 那不要讓有錢人賺 我們一般人也可以賺 所以他可以吸引 這麼大量的資金 25億 而現在光是查 這個主嫌就夠了嗎 我覺得他後續那個 一陀拉股的就是 到底他包養了多少的政治人物 我覺得這才是我們要查清楚 這不是陳歐珀 退選不退選的問題 因為陳歐珀個人退選不退選 我一點都不關心 我關心的是這樣的詐騙集團 為什麼會在台灣如此恨行 而沒有人管 這個很複雜 我們知道很多人牽涉在裡面 那還有有人跟我講說 是不是陳委員也有帶一些人到總統府去 所以我今天中午有說 請蔡總統你應該趕快請你的幕僚 看看這幾年陳歐珀委員有沒有帶這些人進去 像那個會客名單跟紀錄 那還有就是說台南市或者是其他的縣市 那黃市長只解釋了兩張照片 一張是跟紙烘車 那另外一張就是拿著他的產品牌照 他說不是代言是拿他的產品牌照 那另外呢 巧欣另外那張照片 黃市長還沒有解釋 那我知道聽到的是說他們都在宜蘭 我看到那個陀螺 一塊都差不多三公元 陀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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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次擺著整個桌面都是 那一票人在就是只要吃陀螺 那聽說 我聽說 因為我這兩天在查證 我查好了再來這邊跟你報告 聽說他有斗內 這個某個人 政治人物 七八位數 七八位數 百萬到千萬 幾百萬到千萬之間 然後見面吃透露的時候 好像沒有很親切 這個真信嫌患就覺得說 哇 你知道 我把你賭內還請你吃飯 好像還裝不熟 裝不熟 那當然有很多照片 那因為這個照片 是不是有 我看是不是黃茂 但我要查證 我這幾天查一下 就是說 那因為有一張是總統接見的照片 但是是其他的人 所以我認為說 因為總統一定不知道 就委員你帶誰來 我就給你面子出來看 那這樣的話就變成 你會去哪裡 所以我認為總統府應該先 內部先清查一下 因為這種事情擴大對大家都不好 因為你這個整個 等於是詐騙集團 而他受害了那麼多人 我想他不一定只會找民進黨的政治人物 因為民進黨現在是當權 所以他會找他們比較多 後來羅志強也被點名說 鄭文山說 國民黨也有 羅志強說剛好 你看剛才喝了 那是一個春酒 他在辦春酒 他進去沖中 怎麼全部都是利品的 也沒有人找他講話 什麼都沒有 他就靜靜的自逃沒去的照 所以有人就點名說 國民黨也有 變成這樣子 所以這個殺傷力很大 我認為殺傷力 不過陳歐波這個就是在直學 接下來我來 好 這個IMB這個事情越遠越烈 說交通部台鐵都有高層被點名 所以也到IMB主銜的豪宅去開Party 因為前年交通委員會到伊朗考察結束後 就有不少官員到這個豪宅開Part 另外陳歐波又被再爆說 一堆人跑那個豪宅開Part 他說我現在說什麼都沒有人相信 沒有也沒有人相信的意思是這樣 另外陳歐波是批黃國昌 我說你什麼意思 你在擠牙膏 對不對 你或任何人趕快到檢調告發算 不要一點點擠 另外陳歐波說 他在IMB的詐騙集團 這個案子只是小咖 說陳曲黃偉哲更大咖都會曝光 另外國民黨的議員指控 說陳歐波長期被詐團包養 那這些國民黨議員到地權署提告 還加告黃偉哲 那另外呢這個陳歐波 這個涉及IMB詐騙集團 侯友宜出來講話了 賴清德都不用負責嗎 民進黨執政以來號稱要反黑金貪腐 越來反越多 還傳說政治人物跟詐騙集團有瓜葛 令人痛心 那民進黨副總統賴清德不用負責去說清楚嗎 你又可以躲在後面嗎 跟你都無關嗎 那徐曉青有拿出賴清德、郭蔡清 同桌吃飯的照片 這個照片在這裡 賴清德坐這裡 郭蔡清是這個 這是這隻手看到沒 為什麼知道呢 因為他這照片是這樣照這樣照 所以這樣照只看到賴清德 這樣照的話 你看這個女生就是這個女生 那這個男的就是這個 那旁邊就是郭蔡清 這虛小型的相片 如果這個相片是真的沒有變照偽照的話 同一桌在同一桌裡面吃飯 表示關係還是不錯的 或是他們說我不認識 那怎麼都不認識呢 那另外這個陳婉輝也在講 說綠營的媒體大亨又是鄰居了 這次李壯展的違建只拆除了大門 林賀饒的違建只拆除了屋頂 那就是你看他們都在一起 陳其玉在這裡 張秀就是林坤海的配偶 說那也是一個違建 到底怎麼回事 高雄市政府說這個禮拜會拆除完畢 我聽這話好像蠻長 之前就聽說怎麼到現在還沒拆完 到底怎麼回事我們看一下 律師環繞開門就能看到湖景 眼前這棟豪宅就是IMB吸金詐騙主席 曾耀鋒的招待所 位在宜蘭武捷 從空拍照看 佔地超過1600坪相當氣派 立委陳惡破被爆料 也曾來過這裡開趴 和曾耀鋒關係匪淺 因為我們都保持一種善良 台灣如果當一個民意代表 去參加正常的交易活動 都不行的話 那民意代表可以做什麼事情 我想大家不要無限上綱 隱色 都不對嘛 放話有爆料者 也就是前立委黃國昌 趕快按鈴告發 不過現在不只陳惡破 要解決外界質疑 恐怕還有不少官員挫來蛋 前立委黃國昌爆料 在前年交通委員會到宜蘭考察時 當天正好是曾耀鋒的豪宅招待所 歷出日 所以一群人考察過後 陳惡破帶著這票官員 到曾耀鋒的豪宅來開趴 而當天在場的包括交通部 還有台鐵的高層 對此交通部回應 當時配合立院考察 參加人員職務多以調動 目前尚不清楚當時狀況 不過可以確定的是 當時是由部長林佳龍率團 台鐵局則以短短一句話回覆 不做回應 大家都被他人道歉嗎 曾耀鋒被指控和妻子 透過吸金手法累積資產 兩人營造政商關係良好的形象 找上承惡破幫兩人牽線 到處結交政客和官員 邀請他們到豪宅招待所 不過這棟豪宅 在上個月減掉行動前火速出售 被質疑是為了脫產 讓警方無法扣押 IMB詐騙撤出複雜的政商關係 雪球越滾越大 陳委員 其實昨天看到歐婆 就是正式退選的時候 其實心裡是有點難過 因為其實在第一時間 尤其在這一段時間 包括從第一場在立法院 我們召開就是打炸的記者會 也就是要求行政院要成立打炸國家隊 然後一定要建構 我們的整個打炸平台 如何讓民眾能夠在第一時間 把所有的資訊集結 讓我們的相關單位 能夠最快速度 把後面幕後的主嫌把它抓出來 所以當時候包括還要如何重罰 重懲 如何修法 所以最後會有現在的 行政院的打炸五法 有些已經通過三讀了 有些現在還在委員會 馬上都要出我們的委員會 然後進入三讀 所以是一路來 從我們一開始的第一場記者會 我們為了這一個部分開記者會 然後包括再去邀請所有的學者專家 相關的單位 來做一些修法的一個擬定 然後跟行政團隊來討論 所以是一路經過好多次的一個討論 所以我相信在這過程當中 我們所看到的 我們對於整個打擊詐騙集團 要把他這個幕後黑手揪出來 這樣的一個決心 我們絕對沒有任何縮手 甚至我們所看到的OPPO 也是在第一時間就是完全投入 然後甚至在做這樣的一個 詐騙集團如何打炸的 這樣的一個所有 大家討論的過程 所以我不認為 他跟詐騙集團有關係 可是他是不是視人不明 我覺得是 因為在整個過程當中 包括到底 到底陳振修跟這個 所謂的這個 這個IMB 我實在是很難把這個名字 很完整的講出來 因為說真的在整個詐騙 IMB的詐騙 這樣子這樣沸沸揚揚 然後那麼多的受騙 我覺得這個真的就是 應該要把他追究到底 他視人不明所造成的這些風波 他目前也以退選 來做最高的負責 然後他也說 他現在只要他沒有退選 為什麼他要選擇退選 因為他沒有退選 我相信他講什麼 就像他講的 他講什麼沒有人相信 他只有退選 然後追求自己的清白 去把所有的問題講清楚 說明白 那麼才能真正的把所有的事件 歸於一個正常 那我相信 任何現在跟IMB這些 包括陳振修 包括曾信祖賢 這樣的一個過程當中 現在大家丟來丟去 又丟河照又丟什麼樣 我覺得可能大家都要一次講清楚 否則很難把這些事情做一個結束 我想現在全國國人最痛恨的 第一個當然就是黑警 不管說台南的盧沙案 光電 還是過去的這些88槍等等 但是現在第二個 最痛恨的就是詐騙 其實台灣已經淪為詐騙之島了 從各自外線的問題 訴發部沒有功能 到現在今天IMB的這個案子 可以說這是受害的是 我們千千萬萬的 我們這些老百姓 尤其各自外線造成現在 目前整個國家的這個詐騙的狀況 如果說陳振修 委員 我們當然是好同事 他四人不親的話 那是不是說這個詐騙的這個問題 都滲透到我們這些民意代表 甚至是這些我們的行政官員 我們現在所有的產業 蔡政府在講說經濟多麼好 哪一個行業的成長率最高 我告訴你 是詐騙警團的收益最高 所以這個是一個非常悲哀 跟恐怖的一個事情 尤其就是說 包含就是說現在各自外線 還有我們這些詐騙衍生的問題 讓人家 現在對於我們的政府 是沒有信心的 甚至民進黨的這個官員 還有我們相關民意代表 都涉入到其中的這個案子裡面 讓大家不知道說 這個什麼是可信的 什麼是不可信的 包含現在我們今天陳婉會委員 舉發這個民進黨 陳啟鈺 李壯展跟林賀瑤的 這個地方權貴的違法農舍案 這些拆遷的問題 所以這些地方的利益 過去反黑金 反貪腐 我們的打炸國家隊 打到現在越打越炸 變成詐騙國家隊 騙到我們的民意機關 跟政府代表來 這個是我們國家的悲哀 拿人手短 吃人嘴軟 人家免費給你服務處等等之類的 你都不去查一下人家的背景嗎 你是這麼 一般小學生都應該知道 他幹嘛要這樣免費給我 他後面有沒有什麼企圖 你這樣子都不想 而且詐騙就很可能用了 跟這些權貴人的交往 去詐騙其他人 你等於是間接的幫兇 這就是最大的問題 現在我知道說陳厚珀 他們就講說 你不要擠牙膏 你一次把它查清楚 我其實必須說 就算陳厚珀他退選 我也不相信他說的話 我現在的問題在於 民進黨你要不要去查清楚 你為什麼要容許讓別人擠牙膏 就陳厚珀到底涉入多深 然後這裡面陳振修 就因為他跟台南市政府的關係 他又涉入得有多深 然後這背後 其實又包括了現在說 去豪宅開豪宅趴 各位 現在IMB的名字也已經曝光了 對不對 曾國偉這個祖賢 他的名字也已經曝光了 民進黨難道不應該 自己去查清楚嗎 他應該自己查清楚 自己交代清楚 否則他當然就會被擠牙膏 因為他自己不查清楚 我認為這個案子 其實會像滾雪球般越滾越大 因為畢竟他詐騙人數 到目前為止5000人這麼多 金額高達25億 如果自己的服務處 許民服務 在法律諮詢這個部分 都有中科院退休的 來到這邊來諮詢這個案子 發現是被詐騙不能相信 你看連這樣子一個 中科院退休都會被詐騙到 所以詐騙之猖狂的 他就是要詐你錢 甚至會害你的命 我要講到說民意代表 如果在跑場的時候 有些人要來跟我們合照 或者在跑場的當中 那不小心同桌 我覺得這是情有可原的 但是如果過從聖命 甚至於接受贊助 我覺得這就說不過去了 其實IMB的這個問題 陳歐柏用世人不明四個字 輕飄飄講是講不過去的 因為作為立法委員 你怎麼可以自己違反政治獻金法 你就算人家五場提供你競選 總部辦公室等等 你在政治獻金法裡面 你必須要揭露 要交代 那你